颱風走得慢 影響時間可能會拉長 台中上午天空陰霾 但無風無雨 現狀市場出現了搶買人潮 尤其是火鍋料的生意特別好 菜市場這攤 賣火鍋料的生意很好 民眾好不熟軟買買買 老闆說颱風天要幹嘛 吃火鍋啊 又放假 又沒風沒雨 加上現在菜比較貴 火鍋要消耗 另外這攤 攤不到10點 攤子前面都空了 不知道下午才會開始用 颱風走得慢 影響時間恐怕會拉長 甚至颱風架 台中無風無雨 民眾到市場搶買 跟颱風賽跑的還有農民 小黃瓜現在可貴了 要快點搶收 一定會怕 我可能不怕 最好是不會來 芭樂在上個颱風被掃掉 好不容易撞到可以採收 颱風又要來 青蔥一公斤 已經飆到132.6元 農民加快腳步搶收 甘藍也來到1公斤58.9元 為了穩定菜價 農娘署採取雙軌措施 在那個大月中 它有做這個甘藍優惠措施 它就是一顆 定義賣 差不多60通貨 品質也都不錯 除了將夏季迅期冷藏蔬菜市出 也與賣場通路合作 甘藍優惠專區 盡量不讓颱風 再影響菜價 記者中部這麼等